台北市长蒋万恩亲自颁发奖金 感谢协助警方阻止诈骗案件的银行行员与超商人员 根据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面的统计 台北市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587件诈骗 拦阻总金额达6亿2000万元 蒋万恩除了感谢金融机构与便利商店第一线从业人员 在第一时间发挥拦阻骗的协助 也认为还有努力进步的空间 其中有超过63%男主失败的年龄层 落在70岁到79岁 男性占多数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面表示台北市诈骑车手提灵次数在去年达到最高峰 有16万250次 不过在北市警强化打炸力道后 今年1到6月为止 提灵次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00多次 为了进一步阻止诈骗集团 北市警方面也宣布 民众检举车手奖励金 将从原先的1万元加码翻倍为2万元 向鼓励民众踊跃提供相关情资 协助警方打击犯罪 我们为了要鼓励查集车手的这个检举 我们从奖金从1万块会花到2万块 那我们各位好朋友在金融机构在超商 如果有阻诈成功 我们会花我们也会颁发这个奖励 从本来是1000到2000 我们颁发2千到4千 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个人阻诈 以及我们金融机构阻诈成功的这些单位 我们都会请市场亲自的颁报 警方强调 近年诈骗集团多透过网路假求职广告 招募车手从事提领或移转账款的工作 今年到6月为止 北市警已经弃货车手达1175人 因此呼吁民众不要受到金钱诱惑 加入诈骗集团行列 甚至提供自身金融账户提款卡 作为人头账户 否则等着您的将是被警方逮捕入狱的后果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